哈喽同學,歡迎收看ASEP凱顏數學 32題啊,來個換算問題 有時候你國小其實就會看到這種題目了 那如果比較簡單的題型 大概是這個樣子,老師給一個概念 我就說如果93公斤可以換查2公斤 那請問你,93公斤可以換查幾公斤 比較簡單嘛,93公斤可以換查幾公斤 3變成2,那3公斤現在拿出30了 10倍,那你的查當然就是20倍嘛 這就是20公斤嘛,對不對 所以簡單一點你可以直接這樣子換算 可是這一題的米呢,從9公斤變成12公斤 數字不漂亮,好,不管啦 反正我們現在是連比的單元 所以我們用連比的方式去算這一題 OK嗎?好,第一個 我們先假設三個位置數 第一個叫做9 9多少? 9叫做X OK 9X 那 對不起 9的什麼是X 我們其實講說 9一公斤X元啦 9一公斤要X元 再來X 1公斤叫做Y元 那米呢 1公斤叫做Z元 所以你可以寫出什麼 93公斤的錢可以換查2公斤 所以第一個就叫做3X等於2Y OK 第二個 X4公斤可以換米9公斤 所以叫做4Y 等於多少 9Z 好,所以最後你就可以變成什麼 X比Y就等於X比Y等於2比3 OK嗎?這前面練習過的齁 那Y比Z就叫做9比4 所以第一個動作的最後 我們再把它連起來 你知道X比Y比Z的前數比叫做幾比幾了嗎? 一個是23 X比Y23 Y比Z叫做94 所以最小公斤數 最小公斤數3跟9 3嘛 啊,對不對 3跟9 9嘛 最小公斤數9 所以上面33得9 32得6 19得9 1值得4 所以6比9比4 好 OK 第二步的方式是什麼 反正我知道現在91公斤X元 X1公斤Y元 可是都是694了 所以我們就假設91公斤是6R元 那 X1公斤是9R元 米1公斤叫做4R元 那我現在米買了幾公斤 12公斤嘛 對不對 所以12公斤的價值不就叫做12乘上4倍的R嗎? 那要去換什麼? 換9 9反正1公斤是6R元 所以會等於6R乘以多少啊? OK,好,老師寫一下對稱一下 12公斤可以換9幾公斤 反正91公斤叫做6R 所以就這樣除一除 約一約 你就會發現 框框等於多少? 8了 也就是我拿米12公斤 可以換到9 8公斤 OK,所以就結束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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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謝謝 我cro哥 不用擔心 那就 основ護夠了